打炸基隆队 打炸 画面上是基隆云林同乡会的会员大会 基隆市警察局局长张树德 特别带领多位出身云林的警戒优秀同仁 组成打炸基隆队到现场宣导防诈骗 像我们基隆昨天有一个女生被骗500多万 所以我们只要有机会就做饭推一碗宣导 所以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也拜托大家要提高警觉 不要这个听信不明的讯息 如果有的话 你一定要查证 然后打165 打115 警方一定给你指导 另外会员大会上的另一个焦点人物 是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王俊宏 他也是杰出的云林子弟 来到基隆为市民服务 这次也特别出席支持云林同乡会 获得全场的掌声 我们很感谢 让我们社市长 有这个机会给我们服务 尽管其实是 沦北人 算海外海口 海外海口 那些人已经十几年了 今天我们就祝我们这个大会 完美成功 基隆市长谢果良也特别出席云林同乡会会员大会 向会员致意与祝福 期盼基隆和云林未来有更多交流互动 我们基隆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云林同乡 像我身旁这位王俊宏处长 就是一位优秀的云林同乡 那这个我们会继续的加强跟云林县政府 各式各样的交流跟合作 那云林县的几位县府的同仁都是我的好朋友 未来我们会加强双方的一个联系 跟做更多的交流跟辅助 在云林以前是比较善良的观众 大家都会里外打拼 就像我们云林也出了一个署长 我明知道叔叔嘛 知道辈分我也是要叫他叔叔啦 今天有很多他们都会来参加我们的大会 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发奖学金 也一种是鼓励优秀的学生嘛 然后有敬老金 像我们今天有一个蛮高寿的一个阿嬷 她是民国十二年生的 已经是一百岁了 真的也是很不容易 我不知道她今天会不会来现场 然后甚至在离岛的金门 也有云林同乡会 这代表了我们云林人出国要怕病的那种任性 而且大家团结在一起 成立这个同乡会 就是要互相的帮助 互相扶持 照顾六星 会场上贵宾云集 除了基隆市议员吴华嘉 严后广里长 立委蔡世英秘书等人 还包括各县市的云林同乡会领袖齐聚一堂 彰显云林人出外团结打拼 无论身在何处都会互相关照的同乡情谊 并且继续传承给下一代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